你需要的状态数据都没有了 在这种条件下 你要把它精确地预测出来 在国防科技大学某实验室 刚从一线部队调研回来的安伟 正带领团队展开项目研讨 我们国家下一代的新的装备的 作战的新的需求 那么这些对我们现有的技术 都构成了新的挑战 需要重新组织攻关 上世纪90年代 安伟攻读博士时 选择了空间目标信息处理研究方向 如果我们把这个装备 比作一个高楼的话 那么从这个领域开始工作 就相当于平地起高楼 一砖一瓦一根钢筋一粒沙子 都要安老师带队从零开始 2011年 我国某领域重点项目启动 安伟率领的团队 承担了其中一个应用系统的研制任务 他也被任命为这个系统的总设计师 2017年 由安伟主持研制的 我国某星形航天装备投入应用 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 掌握该项技术的国家之一 如今安伟一如既往 率领团队向着更高的目标盘登 下一代的军事装备 又给我们提出了更高的需求 所以这个需要我们集中所有的力量 如果这个能够建成 那我们国家的军事力量 能够上一个新的台阶 那么有了更多的对抗强敌的军事砝码 感谢观看